金灿灿的油菜花 绿色的茶 都江宴的春天美景 迎来八方游客 我们共协赢了 全国国地的游客 有38万人吃 稻田鱼 春分磨磨 精美的茶餐 天赋之源的春天美食 引来滚滚才元 当地的老百姓 实实在在地拥有了获得感 敬请收看生财有道 走进春天里 寻访新变化 话说获得感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张露心 又是一年春朗 来到油菜花开正农时 去年的此时 我们正在四川省的 都江宴市采访拍摄 在千亩的油菜花海当中 我曾经和游客们 一起欣赏春天的美景 品尝春天的美食 也采访了一个又一个 乡村致富人物 如今整整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他们还好吗 下面我们就一起回顾一下 他们在春天里的创富故事 听他们说一说 这一年来的获得感 现在我们来到的地方是 四川省都江宴市天马镇的 金陵社区 就在这千五油菜花天当中 每天都有这样 非常热闹的民俗活动 在上演 这样的民俗活动 每天不仅是可以吸引 大量的本地游客 甚至是很多 外地自驾游的游客 也都会把自驾游的汽车 停到了公路边 来到村子里 来欣赏 来 我们一块看一下 非常热闹的取亲活动 朱先生 被揪着耳朵了是吗 我真的非常热闹 后面是浩浩荡荡的老百姓 大家自发组织的送亲队伍 来 朱先生 请您借一步说话 光顾着跟新娘的人聊天了 他俩 你好 你好 我远看 我以为肚子也是装饰的 走进了一看 我发现 这是真豆皮 我以为很休息 方便把咱们的命继续摘下来 好 谢谢 挺好的 真的很辛苦 满头满脸大汗 气转气血的 您就是咱们社区的老百姓是吗 是的 是的 本社区的老百姓 我听说你们 参加这样的民宿活动 是公益性的 公益性的 公益性的 为什么公益性的活动 你们每个人 还是都是这么热情 那么积极的 好玩 搞起理由 大家来玩爽 这样游客多的话 就是会把整个 咱们社区的旅游发展 都给带东西来 在这个春天里 每当民俗活动上演的时候 精灵社区的村民们 几乎全员出动 其热闹程度堪比过节 这种热闹的场面 让路过这里的行人 纷纷驻足 拍照留念 让更多的游客 认识我们精灵 喜爱我们精灵 然后尝到我们精灵游玩 天马镇精灵社区 花海经济和乡村旅游的发展 让村民们增加了很多 增收的渠道 在油菜花海的旁边 村民们刚刚从地里 采摘的新鲜蔬菜 和各种农副产品 引来游客们争相购买 你好 这是你家的菜吗 对 是自家种的 这是鱼星草是吧 对 那个就是家门前的小院里种的 还是说那个 就是城堡地里面种的 有多少亩地 种了十亩 十亩全不是鱼星草吗 对对对 因为这新鲜嘛 我们卖完了又回家搁吧 这一天的话 游客来买的话 一天能挣多少钱 一天我们比如说 按四块五块 一天就在这地方呢 能卖到一点百块钱 看到乡村旅游的契机 很多村民还将家里的院子 改造成了农家乐 在游在花开的季节里 随着游客的增多 农家乐的生意 也变得越来越好 王冬瓜乡村饭店 这名字起得有意思 这老板是叫王冬瓜吗 进出饿了去 你好 哪位是老板王冬瓜 哪位是老板王冬瓜 这是老板 老板你好 您是叫王冬瓜 对 王冬瓜是您身份证上的名字吗 不是 身份证的名字叫王中军 王中军 那为什么起名叫王冬瓜呢 王冬瓜是以前 我种冬瓜的时候 在七八年前的时候 那您这饭店 这个主打菜是冬瓜吗 对 也是冬瓜 也是冬瓜 一般游客最多的时候 就是一天饭店的流水 大概有多少呢 大概就是三十千 在这个春天里 游客们来到都江宴 徜徉于油菜花海之中 欣赏着油菜花耀眼的金黄 感受着春天的气息 而社区里的村民们 则不出村就可以欣赏到春日的美景 天马镇的乡村旅游 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振兴 让老百姓有了满满的获得感 去年我在天马镇的时候 不仅是欣赏到了耀眼的油菜花 还在一个家庭农场里 品尝到了新鲜的稻田鱼 接下来我们就一同去回味一下 这独特的春天的味道 这里是一家名叫稻米家的家庭农场 由于距离都江宴市区只有五公里 在油菜花开的季节里 这里吸引了很多游客 游客们在这里欣赏美景 采摘蔬菜 体验春耕 其乐融融 稻米家农场农家乐中的食材 都是出自自己的农场 鸡鸭都是自家散养的 菜是自家产的 稻米是自家种的 就连鱼也都出自自家的稻田里 像这块水田 就是你们的稻鱼供养的模式是吗 是 稻鱼供养模式是我们开始把这 就按照这个田块做一些实话 我们有鱼苗鱼生长的一个区位 比如说像这条沟 然后水淹起来之后呢 它鱼也可以到稻田中间去 师傅您好 有 有鱼吗 有鱼 哎呦 慢点 能看看您捞到什么鱼了 哎呀 还真有啊 因为这个鱼呢 我们是没有经过那个 没有放任何鲜鱼的 全部在稻田里面自生自长 然后所以说呢 它相当于就在野生环境里面 长 防野生环境长大的鱼是吗 它不会长得太大 但是呢 很好吃这个鱼 看看 那这个鱼苗是什么时候投放的呢 鱼苗是我们去年11月份投放的 投放的快八个就这么长 分年来这个鱼就可以吃了 我们很多游客来就点我们的鱼 就是游客一点 然后师傅就要下水汤来捞鱼 新鲜的稻田鱼成为稻米家农家乐理 一道必不可少的春天美食 立足乡村旅游自产自销 让食客吃放心的农家饭菜 稻米家300亩的家庭农场 年营业额达到100多万 田里面的鱼 然后田里面的鸭子 还有大叶 还有我们的鸡 都是很 应该说食材很好的一些产品 那么深受我们消费者的喜爱 整个农场的运转来说呢 全部依靠当地的我们的村民 然后我们的村民在我们的农场里面 随时务功 随时地享受我们丰硕的成果 然后劳动的喜悦 他这个就是要把他楼出他的那个 市场楼出起领导啊 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 稻米家农场还邀请城里的面点师 来到农场里 在露天的场地中 教授游客制作各种糕点 饼干等面点 为游客增添了更多的增值服务 那你们跟农场是怎么样的一种 那种合作方式呢 是啊 也是因为农场的那个客户 就小孩和小孩比较多 然后农场呢 就很特意就是说 邀请了我们一起过来 跟他们一起 就是小孩除了可以摘菜 然后可以在这儿体验一些自然的环境 然后过来同时可以做一些小饼干 有一些更丰富的体验 雷玲经营面点房多年 正式看到了春季乡村旅游的商机 她把自己的面点业务 从城市拓展到了乡村 就是游客这边的收费是怎么收呢 我们这边是这样 我们这边因为每个人 我们是收的是58块钱一个人 就是说来 就是达到10个人以后 我们就会过来 今天雷玲给游客们提供的体验项目 是制作川味饼干 川菜都吃过 饼干也都吃过 但是这川味的饼干 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尝过 川味饼干 应该是麻辣口味的 你看这个原材料在这桌上摆着 有这个火红的辣椒 还有这个花椒面 那就是其他的原材料 跟普通饼干的做法是一样的 只不过你们的这个饼干 不是甜口的 是麻辣口的 麻辣口的 然后还用了他们那个农场的那个菜籽油 菜籽油 对对对农场的菜油很香 可以闻一下吧 可以可以闻一下 就 哇真的好香啊 将辣椒粉 花椒粉 芝麻 糖浆和盐等调味料 加入浸满菜油的面粉之中 游客们就可以体验揉面 擀面 切饼干等环节了 要不然它有点像洗衣服 哈哈哈 哇太香了师父 放哪儿 放中间 好嘞 小心很烫手哦 陌生的朋友们凑在了一起啊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场农庄里的室外活动而都变成了好朋友 那接下来呢就一同来品尝一下大家一下午的劳动果实 来来来来 好 太好吃了 等一下可能更酥一点 可不可以怎么样 好吃啊 有点香 有点麻麻辣辣的味道 挺好的 经过烤箱烤制之后的饼干 香气四溢 入口麻辣 给游客带来了具有四川特色的味觉体验 我们依托于都间叶的好山好水 好的龙头产品 和我们糕点做了一个结合 研发了茶饼 过去一年都间叶的游客越来越多 我们在景区的茶饼的销售后也是越来越好 在服务游客的同时 我们也因游客的建议 研发了更多的口味 游客在感受四川麻辣的口味的同时 还可以参与到制作过程 让游客有更好的四川麻辣的这种文化体验 去年春天在都江宴石阳镇的一个叫桃花岛的农庄里 我和农庄的主人一起制作了一道 非常有春天味道的美食 春风嬷嬷 它也叫做棉花草嬷嬷 是用当地随处可见的棉花草制作的 这道美食不仅是味道鲜美 还能让人品出春天的味道来 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回顾一下 这春风嬷嬷的制作过程 来听一听农庄的经营者讲一下这一年里的变化和收获 来 少点少点放 一点点 其实我觉得这皮好不好吃 肯定是取决于这个霍面的它这个手法怎么样 这个棉花草就可多放点 棉花草可以多放点 多放点就觉得它的颜色就好点 颜色就会发绿做出来的成品 如果我扫了它就不好看 你夹着 我有一点二点这么多气 三点来就 感觉是四四一种 我觉得做棉花草嬷嬷的过程呢 就感觉是把春天呢 做到食物当中 吃的就是春天的这个味道 感受这个春天的气息 整个食材感觉都是非常健康的 颜色呢也是绿绿的 春天的颜色 这个是纯生态的 嗯 地理纯野生的 这个颜色就很不错了 你看吧 这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 是那种新鲜的嫩绿色 将煮过的棉花草和水 一起活进米粉里 用双手揉上十分钟到半个小时 春分磨磨的皮就算准备好了 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面基本上揉好了之后 这颜色是非常漂亮的嫩绿色 所以说这个大自然是非常神奇的 大自然里的天然的植物 它产生的这个颜色 是任何人工色素都代替不了的 看起来就非常诱人 非常有食欲 现在要炒馅儿去了是吧 咱们炒去 哇 肉香味一下就出来了 然后放豆腐干 这是酵头是吧 春分磨磨的馅料炒好之后 需要冷却之后才能包下 那这馅儿放多少合适 可以多放点 那么包着就行 这有点跟那个北方人包饺子似的 是吧 大馅儿 扎个圆口就行 多了 多了 芯儿兜了 做好的春分磨磨需要蒸上四十分钟才能完全熟透 好吃 四个字就能盖货 软糯 鲜香 虽然现在看起来有点像玛瑙的颜色 不太像刚才这种生的时候那种翠绿的颜色 但是我觉得在租江宴看了美景 还得品尝一下春天的美食 非常有意思 非常硬洁气的这两一道美食 我想当地人是把大自然赐予他们的这种非常常见的野菜 把这种野菜包进了这种美食当中 可以说也是把春天包进了棉花草某某当中 赵建辉经营农家乐已经有二十一年 如今随着春季旅游季的到来 他的农家乐里每天都能吸引两百多名游客 人均消费六十多元 他的农家乐日营业额达到一万两千元 这些年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通过我们的不断努力发展到了今天 游客越来越多 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收入 在三月桃花开的时候 欢迎各位游客来桃花道上花聘农家休闲 保证你们来到桃花道有家的感觉 渡江宴的春天不仅是可以看到 油菜花的金黄 还能够欣赏到春天里茶园的翠绿 去年春天在渡江宴是 象额香的一个千亩茶园 我体验了采摘春茶的乐趣 也品尝了这精美的茶餐 这采茶体验和茶餐经营 给茶园的主人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重新走进 这个春天里的茶园 听一听茶园主人这一年来的获得感 这里是渡江宴市象额香的 一个千亩茶园茶溪谷 每天都会有几百名的游客 来这里体验采茶的乐趣 尽管天空有时会下起朦胧的春雨 但这丝毫影响不了游人采茶的兴致 这家茶园的负责人 叫王小琴 经营茶园十年 因为她在茶园中经常穿着茶艺服 所以人送雅号 息骨依人 对 红绿白 黑青草 茶山的风光美 茶园主人的名字美 而茶园中的一道道茶餐 更是香味四溢 那这一道菜是跟鱼有关系的了 对 这个是我们这边养的稻田鱼 就是我们这叫生煎稻田鱼 生煎稻田鱼 对对对 中间也会用到茶叶的元素 对对对 那时候我们会它的整个鱼片 我们会用绿茶汁来进行勾汁 就是在腌制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需要用到茶叶 所以这道菜它吃起来的话 它的那个鱼片 都有那种淡淡的茶叶的清香味 这是做成什么美食 我还真看不出来 就是火焰鸡柳 鸡柳 对 这个鸡肉 鸡肉是我们茶山上的土鸡 然后加上这个香葱 但你现在看出它是和茶没什么关系 但是最后它出来这道菜 包括它的摆盘 这些都是和茶有关的 这是我们的养生太极根 这是我们的养生的就红豆 非常的养生 然后就绿茶 然后做成的茶叶汁 然后我们到时候做出来 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种菜 那今天是您来展示 这三道菜的制作方法 我还是基本上会 但是我的技术 可能味道不是那么好 我们又专门的王师傅 王师傅来展示 行 那待会您来操作 我来就是旁观来学习一下 先做哪一道菜 先做鱼吧 先做鱼 好 刚才王师傅这刨丁解鱼的动作简直是太帅了 我在旁边都看得有点惊讶了 甘的辣椒面还有花椒面 那是孜然粉吧 孜然粉 然后三种粉末混合后 然后就是不停地抓是吧 抓鱼入味 就是新鲜茶叶泡过的汤汁 这就是非常珍贵的名前茶 对 加入鸡蛋清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的味不掉 要摆出整条鱼的形状来 对 刚才王师傅用非常帅气的手法 像武林大侠一样 把这个鱼给分解掉了 现在又要用非常细致的手法 给它再拼凑在一起 拼成原来的模样 这鱼看起来就应该很好吃 那这鱼是待会是要蒸还是要 煎 生煎 生煎 现在这条鱼已经是基本上恢复了刚才的模样了 我知道 都江燕人认为 这春天里的稻田鱼是非常难得 非常美味的一种食材 如今王师傅把它用明前茶的汤汁 给它浸泡揉捏过之后 真的是把这个春天的味道融入到这条鱼当中 我想这春天的味道 加上了本身就是非常绿色 非常无公海的这样一条鱼的鲜美味道 那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好吃了 豆甜鱼的香味和春天里新鲜的茶叶香 在高温吸纸的作用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而滋滋的烤鱼片的声音极大的吸引了食客的食欲 王师傅 接下来是做火焰鸡柳是吧 对 火焰鸡柳 穿在中的火焰鸡柳 我想象中应该是很辣 辣的嘴里像喷火一样的感觉 但是我看辣椒又比较少 刚才您加的这个汤汁是 茶汁 这又是加入了淀粉 用调味料和茶汁搅拌后的鸡肉 需要放入铁锅中进行爆炒 炒熟之后放到一边备用 可以装盘了是吧 将香葱和新采摘的茶叶放到烧烤壁子之上 然后再将炒熟的鸡肉 倒入香葱和茶叶的上面 点燃盘子中的高度白酒 很难闻到鸡肉的香味 我闻到的都是高度白酒的味道 将烧烤壁子放到盘子的上方 哦 这个样子啊 火焰鸡柳 火在下面燃烧 这样就把葱和新鲜的茶叶 就是一块加热 这样肉里面会饱含着葱的香味 还会有茶叶的这种叶片的香味 是非常棒的这道菜 火焰鸡柳的制作比较复杂 而养生太极羹的制作 就显得十分简单 将红豆和茶叶分别捣碎 放入调料 然后分别放入铁锅中煮熟 煮熟之后就可以摆盘 进行最后一道工序的制作 哦 这中间放了一个锡纸折成的S型 哦 两手同时倒 哦 这样就可以出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太极的形状了 您两只手同时倒 这是防止它颜色混合 是吧 哦 哦 嗯 闻起来就很香 看起来也非常漂亮 我想哈 就是难怪小朋友爱吃这道菜的 颜色搭配非常漂亮 而且它对这个食材的营养搭配啊 又是新鲜的绿茶 又是这个无血的红豆 所以呢 咦 甜口咸口配在一起 应该也是非常好吃的 春天采茶季开始了 茶溪谷的游客越来越多了 精美的茶餐是游客到达这里最爱品尝的菜品 如今茶溪谷每年接待游客已达到28万人次 茶餐的年收入已达到1200万元 过去一年我们茶溪谷也收获了很多 特别是我们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一些农事的一些活动 比如说我们去年举办的我为乡村振兴植核树 那就让我们的这个游客量大大的提升了 那肯定我们的这个销售收入也是大大的提升 一片茶叶既改变了我的生活 让我觉得我的人生更有价值和意义 那么同时也是助推了我们象额乡从传统农业 向现代休闲观光旅游的一个提挡升级和发展 那也是带动了我们当地的老百姓 过上了更充裕的生活 也是让他们实实在在地拥有了获得感 在这个春天里旅游城市都江宴又开始迎来八方游客 带着满满的获得感 乡村旅游的经营者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财富之旅 春天的美景 春天的美食 春天的气息 和当地百姓勤劳的双手经营的智慧一起 又开始奏响这个春天里最美的乐章 这是一首首创业创富的乐曲 也是一首首富民惠民的诗篇 更是一幅幅乡村振兴的优美画卷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张璐欣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